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大连这么久 还头一会儿放松呢 真好 谢谢你 小方 这酒是你拿来的 谢我干什么呀 酒再好 也要看跟谁喝呀 花飞花 雾飞雾 夜半来 天明去 来如春梦及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我大姐也喜欢白剧衣的花飞花 是我家先生喜欢 那 那姐夫现在 早走了 民国二十年 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 在武汉被我们抓了 他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 悉数供出 顾顺章这个人可不简单 他组建了中共中央特科 他手下的红队很有一套 不少共党的叛徒和我党的情报精英 都死在了他的人的手里 要不是总统徐文增的秘书钱壮飞 把消息泄露给了共产党 他们必然遭受灭令之灾 是啊 要不是钱壮飞泄命 救了共产党一命 现在国共的历史就是另一个邪法了 你我现在也不必为共党挠头了 那姐夫是总统的人 不 是兰医社的 那姐夫就是军统真正的元老啊 妻子是她 我也算半个 当时黄埔四期毕业的滕杰 在黄埔青年财俊中四下游说 联合党军里的有志青年结成社团 目的是肩负起救党救国 抵御外勿的历史使命 这些人才是真正胸怀大志的革命志士 谁说不是呢 当时唐杰是书记长 真正的领袖是贺中涵 这个贺中涵可是不简单呢 当时黄埔一期有说法 文有贺中涵 吴有胡宗南 又文又武李莫安 戴老板当时也在 戴老板进入兰医社要晚 不过他通天 是伪座亲自介绍他去的 当时大家个个都一起风发 我还年轻 经常随我家先生去腾结甲 他的夫人陈启坤 也是兰医社的重要成员之一 我与他很投缘 这样一来 我就成了他们的外围人员 那 后来呢 顾顺章归顺党国的时候 中统的势大 但是对付共产党 我们蓝医社自有一套 所以伪座让我们配合行动 结果我先生带人去抓 周恩来和陈庚等人的时候 和共产党的红队交手 不幸中枪 不说这些难过的事了 来 喝风 喝酒 大姐 哎呀 没想到大姐有这样的兵秀 风 等刮目下来 从那以后 我就 踏入了这个圈子 是共产党 绕到了十多年的寡妇 我和他们有血海深潮 哎呀 小方 这个洋酒真是劲儿大呀 都上头了 不 大姐那你 把喝巴蛋吃了 行行酒 吃不下了 这个洋酒 劲儿真大呀 小方 麻烦你给我拿条湿毛巾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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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来来来 大姐 擦拌来 行行 来 擦拌 小方 今天大姐失太了 没事 那我去倒碗素 接酒 哎呀 醋就不必喝了 谁啊 这么晚 高倒下来了 我看他真是火腻了 今天我就成全他 大姐 大姐 冷静 他现在一定是强弄直末 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个恶人 给自己找麻烦 这样 你先走 我来对付他 不是 他堵塞大门 我往哪儿走啊 跟我来 走后面 走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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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哎呀 这个高达侠 简直就是跳疯狗 可不是吗 让他咬住了 就不撒狗 可惜了 那么好的洋酒 还有这么好的月亮 小方啊 小方啊 大姐 快走吧 大姐 别让他等急了 小方 小心点啊 好 谁 哎呀 崔玲 哎呀 马 快进 崔玲啊 你暂时把我给救了 快 来 进屋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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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来得断死时候了 哎呀 我来 大侠 哎呀 这 这大半夜的 你跑来干什么呀 哎 来来 坐坐坐 不是 我 没啥事 我觉得 憋的话呢 抓你来到老科 哎 刚才那个 守屏下楼打开水 也到这儿来坐老会儿 哎呀 流了半天眼泪了 守屏还没走啊 李荧光和傅家庄 还在上面开会 守屏上我这儿来 也是吹口气吧 哎呀 我就不明白了 这好端端的 就因为一封诬告信 你 就 大侠 都赖我啊 那封信是我送给李荧光的 你说我这不成了 帮着瞎子打瘸子 跟谢汉里的人成一伙的吗 我真是混蛋到家了我 干啥呀 早了 看这儿 早还写起字了 小时候十几个字 那儿早忘光了 我这不想跟你写一份证明材料 我不能让李荧光他们 光信诬告信上的东西呀 牡丹江的事 你挣不了 这么一块是一块啊 放火团是清白的 那牡丹江那一块也黑不了 哪那么简单呀 方若瑜这个人 狡猾得要死 老虾 李老说方若瑜是特务 准成嘛 他要不是我把脑袋拧下来 这个人平常看着可真不像坏人 你信他不信我呗 不 不是 我是觉得啊 他平常啊对谁都挺好 那见谁啊都是不笑不说话 怎么了 笑面虎我笑一下 你们就都糊涂了 老万 你可是酒精考验的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啊 怎么这样呢 你批评得对 我应该跟他划进界限 今天我就不该给他胡萝卜吃 那萝卜真是你给的呀 胡萝卜确实是万豆腐给的 他们俩早就认识 不过没什么交往 方若瑜算是万豆腐给的 你开电车时候 认识的一个老熟人 彼此印象还不错 不错 也谈不上不错 滚通厅警察部的人都是大爷 有几个人坐电车买票的 但是方若瑜还真是回回都买 说平啊 你先回去吧 我跟李副政委还有事情要商量 酒瓶 还有事吗 李副政委 副处长 我就是还想问问我姐的情况 我想知道组织会怎么处理 小平啊 你对你姐是什么态度 我 说实话 如果她真有问题 我就不认她 巫头 再怎么说高大霞也是你姐 你给我记住了 革命不是留亲不认 越有过不去的坎 越要给亲人更多的温暖 副处长 守平同志 有原则 明是非 革命嘛 关键的时候 是需要大姨灭亲的 可现在大霞到底是敌人还是同志 还有待调查 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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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闭眼情了呀 姐 我刚才说的不是人话 你别生我气啊 没有 没生气这生什么气啊 你现在是科长 你就应该有这个觉悟 咱天咱妈还有大哥 要知道你都当上大官了 那不都得愣毁了 姐 那我替咱爸妈 还有咱大哥问你一句 你到底是不是被诬陷的 姐干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了 心里坦坦荡荡的 姐说归姐说 你也不能全听我的 你现在是组织上的人 你得听组织上最后的那个 调查报告 大霞 你怎么跟他们谈的 没事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姐 你怎么才回来我都急死了 姐 你喝酒了啊 风若鱼比你喝了是不是 姐 你怎么跑出来的 我非得受伤不可 哎呀 闭嘴 姐 弄动我 怎么把你气成这样 他都得把你怎么招了 哎呀 哦 姑娘 找你钱 哎 拿好了 哎 慢吃啊 哎 慢吃啊 哦 姑娘 找你钱 哎 拿好了 哎 慢吃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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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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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布隆木虎那二位掌胸 想当初我们全家投大送 那我在那天门镇上里下投一宫 大南里沙来往南去 男愁哭 女愁怅 大家心里苦 你进去劝劝吧 我能唱吧 目归应我家住 在爱山东 不可 大寨 大寨 有我的门庭 慕天王 本是我的 我可以 你起这么早 没事 你赶紧上茅房去吧 一会儿站不着肯了 你本来就买 我来吧 那不用了 我这么穿挺好看 你的事我听说了 知道你受委屈了 你 那个 我是想跟你说我上班的事 可是我 我怕你 我主要是公安局 不是 组织考虑我是猎蜀 不是 主要是公安局 他缺那个十文断字的人 没事 嫂儿 那个挺好的 因为你高兴哈 那个公安局是个好地方 是 李副政委他重用我 把公安局最机密的地方 让我管 别人他也不放心 那你可得多上点心哈 那个 嫂子 你叫他们吃饭 来 来 来 我 海外 嗯 一会儿你吃完咱俩上趟老虎摊 去买点新鲜的鱼 那我也去 你不是还有大事了吗 对对对 我还要去公安局上班 姐 能不能别气我问大小姐了 行不 我没有气你们呀 我说的是实话 再说文工团做饭也挺好的 看戏又不花钱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文工团是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 对对对对 还是副 副主长觉悟告 我吃饱了 一会儿给你换二月 我也吃饱了 你们俩慢慢聊啊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就爱吃你做的这个鸡蛋 不用这么故意逗我 我没事 等组织上调查清楚 还我亲爸就行了 我人正不怕影子邪 放心吧 你能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你不用担心我 你有这心思 你帮我放到碗匣子身上 帮我盯着它 快吃吧 不要 不要 我来吧 我来吧 你都洗澡上了 不用 嫂子 我自个儿来 真没事 你这突然围着我转磨 这心里还不得劲了我 咋突然呢 我还能让事儿来 嫂子 我没事 真的 你没事吗 没事 你想扮熊木龟鹰 谁 谁还没受委屈啊 那你刚回来的时候 我说南哥不在了你还不信 话里话外的没少攒击我 你当我听不出来呀 不细地跟你一般见识吧 我知道 算是让着我 拉倒吧 你就替南哥看着我 往后我不看着你了 你要遇上好的你就赶紧找 这我要是看着有不错的 我也给你见证介绍 有你哥在那儿比着 不好找 不好找 那就咱俩过 你陪着我 谁陪你呀 陪来陪去 不得陪成冤家 嫂儿 我说你干啥呀 你现在咋回事 你说哭就哭 来人了 不知道 人以为我欺负你呢 行了 还能欺负得了我 我就是看你还能笑得出来 我高兴 我就知道 你不至于想不开 可不就不至于吗 还能寻死啊 放不着 对嘛 谁还没受点委屈啊 你干革命干的是大事 那能干多大的事啊 就得担多大的委屈 受点委屈就想不开 那可不是你高大侠 嫂子 你说得对 你说比起那些 干革命牺牲的同志 我这点事算啥呀 嫂子 你真行啊 惊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突然就敞凉了 你这烈士家属 是不是没白当 咋的 真行 太厉害了你这种 你太厉害 你厉害 算了 苏佳 走啊 走啊 快 坏死你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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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 我打我 别 别打我 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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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老革命了 怎么那么冲动 谁让他诬陷大侠的 活该 证据呢 你有证据说方若鱼 诬陷的高大侠 他要没诬陷 大侠能抓着他不发 我就请大侠的 没有证据就是给别人泼污水 你这种行为也是诬陷 傅家庄 在高大侠和方若鱼之间选一个 你说你听谁打 这不是谁听谁的问题 万德夫同志 众目睽睽之下 你在公安局大院出手 打了咱们自己的同事 这种行为多恶令 你自己想没想过 我就是想去大侠出出气 我就是想去大侠出出气 出气就可以打人 是个老同志干的事吗 那咋呗 打也打了 你要怎么处理 我都理 什么态度 前进 方科长 李副政委让你过去一趟 知道了 稍候 李副政委 你不用劝我了 辞职的事情 我已经考虑好了 什么 方科长要辞职啊 好 副政长 您您您您您坐 您您坐 这个事啊 您也别太在意 我刚才批评万德夫了 回头给您道歉 大家都是同事 这我副政长 你也别劝我了 好歹 我也是个男人 从警察局到公安局 这么多天 我虽然不能算是有口皆卑 可我也是兢兢业业 几天这个事情 明天就得传得慢 成风雨 沸沸扬扬 我猜猜人流下去 还没有脸的 方科长 我们会严肃处理万德夫 这一点您放心 没有 没有 没有必要 没有 没有必要 其实啊 老万这么一闹 对我是好事 算是给了我一个台阶 什么台阶啊 礼副政委 就算是没有几天早晨的事情 这国外局啊 我也不想待下去了 毕竟 我过去在日本人手下当过差吧 方科长 公安局既然选择留用你 那就是对你的信任 方科长 人家都是挖空心思地 想留在公安局 你看你 你却要辞职 谢谢 谢谢二位领导的信任 可是我真的想过了 我当警察这么多点 虽说没有干过什么缺德事吧 可也是得罪了不少人 再说我对这行 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再者说 你看我这个年龄也大了 腿脚也没有年轻人利索 我正琢磨着 找个地方养老的 方科长 小心 小心 既然这样啊 那我们就不抢留了 不过你放心 方科长 我们一定会把你的工作安排好 谢谢 方科长 您有没有中医的地方 干了半辈子警察 也没什么手艺 来 你看一看 有没有你中医的单位 我们正准备把这些重要单位 加强他的保护 骨子骨子 骨子骨子骨子写吧 我看操控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啊 那儿刚好缺少一个保卫科长 你去了以后啊算是对口 是吧 不是 是 还有其他的地方您要不要考虑 算了 算了 老方想去那儿 那就这么定了 我负责领导安排 这是我的辞职系 李副政委已经签过字了 你出个党 方先生 国安居住多好的差事 你再好好想想 不用想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要辞职 是因为曼德夫吧 他其实就是想为高大侠 出出头 在他面前卖个好 他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事情都过气了 就不提他了 方先生 其实大侠他人也不坏 这就是 死脑筋 爱遵扭脚筋 死心眼子 我辞职跟他没有关系 怎么都没关系呢 你说你是我们老高家的救命恩人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 这 这件事就不用再说了 以恩人谈不上 我只是做了一个 中国人该做的事 这事要是摊到别人头上 也会这么做的 你越这么说吧 我这心里面就越难受 本来还想着在公安局 能有时间好好处 但是这还没见几面呢 你就要辞职了 刘先生不用这样 要想见面啊 怎么能都见上面 好 我走了 方先生 对了 刘先生 我多句嘴哈 赶紧这个工作呀 尽量是和外人结束 俗话说 言多必失啊 谢谢方先生提醒 你是个好人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坏人 方先生 你保重啊 谢谢 物资公司的事 您派方若渔去 我觉得 还是太欠妥 这是我经过 深思熟虑的结果 你想一想 方若渔 不管是在过去的警察署 还是在现在的公安局 人品 口碑都不错 如果不给他安排一个好位置 那那些老警察会怎么看我们的 再说了 他又刚挨过万德夫的打 这个老万 冲动 按道理应该把他清除除公安局 可他的腿又有残疾 出去之后能干什么呀 那咱们就不能考虑 把方若渔安排到别的地方 方若渔要真是特务 把他安排到屋子公司 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会像秃子头上的狮子 暴露出来不就更好吗 可这样做 我觉得还是太冒险 革命工作有时候是需要冒险的 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 姐 有个字我不明白啊 他们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管那破案件干啥吗 哎呀 组织上现在调查我 那也是为我好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哎呀 我妈 这这这这啥时候呢 你还替他们说话呢 那我不能因为受了诬陷 就不革命了吧 这也不该是我这个老革命的态度 我就应该更努力地去反击他们 反击好吗 我们团团饭店都不让你管 我反击什么 吃香土豆 哎 好的 给 装这筐的 哎 好 稍等啊 姐 日本人在的时候 你过得就提心吊胆的 那咋的呀 日本人走了 咱还得受自己人的窝囊心 我怎么想要就替你憋当我 这个四上哈 你真的没有你姐流满力绝无高 今天早上说呢 共产党死都不怕 还怕被冤枉呀 叮风入鱼这件事情 我只会比以前更精神 行了 爸 你就是自己为难 还你自己 多少钱 两毛钱 拿好啊 给 哎 谢谢 再来啊 哎 你说他们为啥要诬陷我 那还不是因为 我高大侠能力太强 是不是 挡他们道 你要这样想 买点鱼 还给他们买鱼呢 不买 干啥呀 我跟你说啊 这辈子不管咋的 我都是跟你一伙的 我们现在呀 不仅要盯死他们 是吧 我们最重要的 还是要宣传革命 这四我行啊 我嘴皮子溜了 跟你办事没溜了 啥硬啊 就没我四了呗 不是 你爸就主要负责那个 翘翘兵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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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只要是我这事有着落了 你表现得也好 我一定让你加上准车 放心吧 到时候再说了 还不乐意呢 你说说你 这么打得这么厉害呀 确定 来 让我看看 不不不 没事 没事 快坐下吧 坐 坐 没事啊 你 你垫着吧 石头凉 晓风啊 你真有心 我跟你说 他呀 就是为了啊 在高大侠面前表现 护起高大侠呢 一点原则性 纪律性都不减 这也正常 他们俩是从死人堆里 逃出来的战友 经过生死考验 不护着点 就不对了 哎 对了 昨天晚上高大侠 又跑回来干什么呀 不是他们 那个 一个喝醉的 醉汉 我还正琢磨呢 要是高大侠也不能敲两下 就没动静 可汪汪 你说得太对了 要是他呀 你开门晚点 门板都能给你卸 这么看来 离开公安局还是对的 有万德福在那儿把着大门 高大侠进进出出 更赶上走平地了 你也就更没好日子过了 只怕到了物资公司 是非也少不了 小方啊 物资公司的工作很重要 派你去 体现了大义对你的重视和信任 到哪儿都是卖命 都是卖命 但是在物资公司卖命 更容易立功 你想想 我们和共产党打了这么些年的日本人 经过这么些年的抗战以后 哪里不是满目疮痍 现在是百业待举 百废待兴 这个时候 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物资了 您我都无法想象的是 东北三省只占全国百分之十二的土地 和百分之十的人口 却在一两年前 已经生产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三的钢材 百分之六十六的水泥 百分之六十九的化工品 百分之九十五的机械 百分之七十八的电力 大姐 你太厉害了 要不你当我领导呢 真行 只可惜 东北落在苏联人手里 国军远在数千里之外 鞭长莫及啊 是太可惜了 有个好消息 开进东北的国军虽然在山海关 遭到了中共的阻击 但是我们还是轻松突破了 把锦州拿下来 下一步攻下东北 就指日可待了 东北是块肥肉 恐怕 苏联人 不会轻易把它给吐出来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园长高瞻远瞩 早在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 旧派国府外长王世杰 在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规定 战后东北的主权 移交给国民政府 据我所知 用不了多久 苏联就要开始撤军了 总算要熬到天亮了 不过苏美英三国 又背着我们签订了 雅尔塔协定 给了苏联一个特权 就是大连上港国计划 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我就说嘛 苏联人 这不会干赔本的买卖 所以 我们还得把大连抢回来 你想想 等我们打败了共产党 大连周边都是虎视眈眈的国军 苏联 还敢不老老实实地 把大连交出来吗 现在 已经基本确定 大战难免 只要我们控制住共产党的物资 就是掐住了他们的喉咙 看来我在物资公司也是重任在间啊 可不是嘛 大连把天时地理人和都算计到了 小方啊 要是在物资公司能立个大功 那可是一下子通天哪 委员长都能知道 请转告大义 我一定效忠党国 效忠委员长 可是大姐啊 我这离开了公安局 咱们在那儿就少了一条眼线 高守平不是行政科科长吗 你又是高守平和他嫂子刘曼丽的救命恩人 这个关系得好好利用力 大姐的意思是 拉拢高守平 这个有点难 倒是他嫂子刘曼丽可以做做文章 她做不了什么文章 她照顾进去的 不管是她怎么进去的 只要她做上那个牌位 咱们就有办法供着她 刘曼丽这篇文章要是做好了 没准可是篇大文章 大姐 你 不 大姐 这不行啊 那这事我可干不来啊 我说的是哪种事啊 那你干吗这么看着我啊 小方啊 你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幽默了 真是 真是 非呀 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周璇演的 凤凰云飞怎么样 晚上我约了朋友 约的不会是傅家庄吧 别许试吧 我约的不会是傅家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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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处长 也没什么 就就是换个地方吃饭 以后啊 有什么事 随时联系 谢谢副处长 有什么话直说 我有个不情之情 麻烦副处长 跟高大侠说一声 以后请他不要再打扰我的工作和生活 拜托啊 我是北京 yeah 带走啊 带走啊 ng 对高大侠问题的调查 越快越好 否则的话 对他真的是一种煎熬 既然这封匿名信 涉及到高大侠 在牡丹江的历史问题 所以我建议派专人 到牡丹江跑一趟 你也知道咱们现在的工作 是千头万须呀 根本派不出人 一个人恨不得分成两个人来用 再说了 调查这种工作 一定要派有经验的同志才行 我这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 万德夫 老万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但是他腿脚有点不利索 还有一个就是 他对高大侠可是一往轻身的 我担心他会感情用事 我们可以派后勤老贤 跟他一同前往 老贤倒是平时挺照顾老万的 是 那就这么定 好